昨晚《明日之子》第二季震撼首播 81位有颜值又才华的小哥哥 开始争夺盛世美颜、盛世独秀、盛世魔音三条赛道的席位 其中由厂牌新推官大秘密带领的厂牌级选手 Vito黄翔奇在盛世美颜赛道发起Battle 也引起了新推官们之间的首次抢人战 经过一番争夺与挣扎 Vito选择了新推官华晨宇的赛道 而花花在事后和我们聊起当时抢人的感受时 也是Real纠结了 他有一个赛制的规则是说 我们每一个人有两个名额可以从其他赛道抢 那我很认真地对待这个游戏规则 因为我遇到自己就是很喜欢的选手 我真的很希望他来到我的赛道 然后我很认真的去抢了 你要知道其他两个赛道的 春春是我的师姐 还是我当年选我出道的我当年的评委 另一位是我很喜欢的歌手 喜欢了好多好多年的歌手 我抢完之后我心里面很难过 就是很难受 我就一直在不断地跟他们就说 千万不要生气 然后我很害怕 我就会说等一下我的赛道的时候 你们随便抢 我在抢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也很不好意思 我很纠结 就是一边我很想要这个选手 但是我一边又害怕 又怕伤害到心推官 第一期节目就这么刺激 你们是不是更加期待后面的发展了呢 在下个周六到来之前 每一天都有节目好货等着你哦 今天咱们就一起来二刷吧